看到斜线斜线,资料里面就是会按右,等于是自动帮我做一件事,自动帮我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格式变成日期格式,那因为这样关系,如果你将来再输出什么,再输出数字的话,它这边因为已经格式被改成那个日期,所以输出的话就变成日期格式,那这样当然如果说你要把它改回, 你可能要不就按右键,储存格式,把它改为通用,或者改为数值都可以,假设改为通用,它才会回来,但是呢,你想说,老师那不可能每次我按下去,然后又回来,然后又一次,那如果我希望呢,我能够按下按键,不用写,不用做那个键盘滑鼠去控制,而是用VBA控制的话,那其实呢, 你只要写,很简单,不过这边可能要学会一个,就是怎么按右键,储存格式里面变更为格式的这个VBA程式,那这个程式当然有几种做法,如果你不会写啦,录制剧,可不可以,可以啊,它也会帮你产生,不过录下来的东西会一串很多行,其实如果你要自己写VBA的话,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我写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个你可以写在哪里,在输出这边的话,等于补充一下,因为同学刚好问到,那我们可以写在哪里,当它全部输出完之后,所以写在 写在最下面那个Net的下方,告诉它什么呢,告诉它说,啊,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哦,帮我做那个范围,所以你第一个用Range物件,里面告诉它说,啊,你从第二,冒号,到第一多少呢,哎,第九,好了,好,这样这个范围,那你可以用追踪的,第二到第九呢,点,里面有个属性非常的重要, 这个属性就等同是按右键储存的格式,它的名称叫Lumber,你打个N,向下填满,哎,向下选啦,其实我建议,你可以不用自己打,用选的,你打个N,往下选会有个Lumber,Format Local,这个选项,等于什么呢,如果你将来呢,希望它里面是放一个数字的话,那你记得双引号里面,放一个0就可以了,这个双引号里面放的东西, 就等于是,你在这个地方里面按滑鼠右键,去储存的格式里面的制定,去改这边是一样的道理,就把这边改成0,这个动作是一样的,OK,你看看确定,它这边会改回来,那如果说VBA里面,就刚刚讲的那一行程式而已,所以我们试一下,基本上做完之后,Lumber,Format Local,然后把它改一下, 去除哦,哎,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这边OK,变成什么样呢,输出本来那个什么呢,这边已经OK了,但是怎么样,这边变不OK,为什么,它帮你改成数字,变成说它改了,那怎么办,没关系,你就是再把它改回来,改成什么呢,按右键,出成格式,那你可以看一下,你先改为日期, 那可是日期这个格式,你不知道里面放什么,你可以先点日期,再点制定,有没有,它会出现四个Y,一个斜线,一个M,再一个斜线D,那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记一下,或者复制一下,贴到哪里呢,贴到我们刚刚这边来就可以了,我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改了数字,那Ctrl C,在哪边改呢,在去除栏名的最下面一样, 再针对那个范围,修改为什么呢,修改为四个Y,斜线,一个M,一个斜线,再一个D,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改完了,改完之后,等于是说呢,如果我今天输出资料的时候,它是数值,输出那个日期的话,它一样会帮我把它格式,所以基本上哦,两个地方, 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呃,这边吧,Number,Formate,Local,反正这个Ranch,里面呢,如果将来你要做任何范围的储存格格式的话,等同是你按滑鼠右键,储存格式啦,反正通常动作的话,那你记得就是,改Number,Formate,Local,等于后面这一串就OK了,这个还蛮重要的, 可是如果我不敢格式,我可以直接把它加上双引号,把它就是整个字串翻进去吗? 因为我们这个后面,就是在前面再剪,剪下贴上的时候,你去抓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把它设定成字串的话,会不会就不用做这样的? 不过因为,主要是,主要是,主要为什么,因为是VBA,你本来丢一样是丢文字,但是主要是因为那个文字里面,会有两个斜线,那他只要,这个也是Essale太聪明的地方啊,他只要看到有两个斜线,他就自动帮你转日期,这是他自动转的,而且这个功能哦,除非好像你可以把它关掉啊, 不过可能要再找一下里面的设定,就他只要遇到这个,他就自动转成日期,那当然这个有个好处啦,就是避免错误啊,不然以后呢,如果没有帮你转的话,以后你要做日期的运算,就会发生错误,因为,你看起来以为是日期,但实际上它是文字,你就无法做后续的那个日期的计算了。 啊,这个,那你的意思说,就是在这个,对,现在怎么反白的地方,把它直接加上,这里,如果说你要把它,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说,因为它本身丢过来的,就已经是,是那什么,是文字,只是说丢进来之后,它自动帮你转成日期,那但是除非说,你又再把它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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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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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可能 我試一下 這個意思就是在轉 不過我覺得應該也沒辦法 我看一下 因為它只要遇到那個兩個雙斜線 它就會太自動了 這邊我們試一下看會不會 這個出來的東西 會不會是如我們所想的 這個方式 有些東西可能要試一下才會知道 那我這邊試一下輸出 不過看起來按右鍵出這個格式 它還是沒辦法 所以 只要它遇到兩個斜線 它就一律 幫你加上這個格式 所以 剛剛講的那個方法也不行 即便你怎麼轉都不可以 所以只能從那個格式裡面 No.4 local 去下手 OK所以 順便 補充一下 因為剛好同學問到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部分 你怎麼轉都不行 主要是 還是要有那個 資料形態的概念 就是說在Excel裡面 你放進來的東西 如果說它是 那個 那個什麼文字就是文字 數字就數字 還有日期就日期 不過有的時候 就是因為轉進來的東西 可能你看到以為它是一個日期 但實際上它卻不是一個日期 因為它可能幫你轉了 變成一個 不是看起來是日期 但是一個文字 那你那個時候就要怎麼樣呢 把它轉成什麼 一定要是日期 才有辦法做 做後續的運算 否則的話 它沒辦法做運算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要還用Date函數 去把它轉一下 好 好那剛剛主要 就是再加上一個Lumber Forming Local 就OK了 那其他這個 像Inderate 這部分 DEF區 這個可能就是你必須要在 像這個 Row這個剛剛講過了 所以你用那個剛剛 講的那個 這個哪一個 Int這個 這個其實就可以 所以以後你甚至可以拿這個當成 範本 以後的話如果遇到類似的 你可以拿到這邊來用 就是這個公式 直接把它貼上 前面加個等號 因為剛剛我把那個公式給拿掉 等號 那這樣的話呢 後面就是1111 222這個應該沒問題 從到底下 所以1到8就沒問題 但是DEF區這個可能就有問題 那其實你也可以拿剛剛的公式來改 剛剛那個公式的話就是 MOD這一個 不過MOD呢 它最後抓到的 會是1234 但是我要的是DEF區 所以這邊的話我可以 先等號 等於 1234 但是 這樣應該不OK啦 所以怎麼辦呢 我如果要變成 那個什麼呢 DEF區的話 你還必須要把這個公式 先減下 不包含等號 放到哪一個呢 剛剛有提過 CH 有沒有 那個文字裡面的CHAR VBA的話 剛好就CHR 兩個錯誤一樣 貼到裡面之後的話 它是1 可是呢 ASCII code內碼表裡面的D1的話 它是A是65 66 6768 所以我還缺多少 1 再加多少 67嘛 所以呢我可以 再加67 你可以加在後面 或者加在前面都可以 加67 或者67加也可以吧 加完之後的話 就會幫我產生一個D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往下一拉 DEFG會不會出來 出來了 DEFG 往下 填滿 放開 DEFG 全部都DEFG 所以做完之後 那我當然可以怎麼樣 利用合併的部分 可以插入一個 DEFG OK那我就可以用剛剛用過的 最近使用過的 DEFG 然後呢我就把 這個 AND串接 這個 從它串起來就D1 不對 不是應該不是D1 應該是D2吧 所以這邊怎麼 把它加2就好了嗎 OK剛好講過 加1就從1開始 加2呢 就是從2開始 所以 向下填滿 剛好就2到9 放開 OK所以 合併的話呢那就 INDIRECT 直接去 這個 串什麼AND 然後串後面這個 串起來的話呢就D2 然後向下填滿 放開 OK 不過我這邊好像錄子時間我沒有把它刪掉 好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啦 其他細節部分我想 就請各位自行在把它 完成 那 最後 VBA部分 大家也可以把它合併 這邊把它合併起來 邏輯的話 其實 跟剛剛 那個部分 還蠻接近的 只是說呢 在 其實合併的話在VBA裡面 也會牽涉到那個 4I 4J 這個範圍 我們可以 一個一個的把它放進來 不過其實 4I 4J 其實也可以 直接一個一個一個抓 放到指定的位置 那這裡其實也可以用一個K就可以了 我是用4H啦 不過如果你不用4H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4I等於2到9 4J等於4到7 然後我就抓到這一個 把這一個抓到指定的 Sales 的 K等於2 從第2列 所以 K 豆點 I 藍 等於Sales I 橙子寫完了 後面的話 K等於K加1 全部都搬過來了 OK 我講義裡面是用4H啦 那如果你不用4H 我們用剛剛的概念寫的話 其實K寫成 合併的 我看一下我好像是寫4H 不過如果你不寫4H的話 你可以用我剛剛寫的方法 就是 K的方法 那你如果單直接可以把這個 這個程式有時候 偷籃一下 也可以把寫過的程式拿來用 K等於2 指的是要call到 I藍的 第幾列 從第2列開始 所以K等於2 然後I一樣是2到9 J一樣是4到7 那我關鍵的地方呢 其實輸出結果 記得是後面的東西 幫我寫到前面 那前面的話呢 我是要寫到 I藍 的 應該是K列的I藍 所以把 Sales 他用它call過來 所以把它寫到後面 這個寫到後面 那前面的話呢 是寫什麼 寫那個 Sales Sales 這邊有個Sales K列的 到底 I藍 所以他後面的東西呢 會幫你call到前面 記得最後的話呢 再加一個 K等於K加1 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call一個過來 到 第2列了嘛 然後第3列第4列 一直在推 一直往下 所以其實 剛剛的這個程式 合併的程式呢 其實可以拿剛剛 我們寫過的 那我只有改一個小地方而已 就是把Sales IJ放後面 前面的話呢 就是 Sales的 K列的I藍 應該可以看得懂啦 前面 都有寫過的 我只是把前面的程式拿來改喔 改完之後呢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試一下就知道 如果 如果我是建議 如果你剛開始 學那個VBA 假設你沒有信 沒有把握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按F8 逐行跑 除非說你已經很有信心了 寫很久了 應該沒錯 你在 就直接執行 不然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按F8 逐行去跑他 另外的話呢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射中斷點 中斷點就是你 停住 再配合F8 反正還是 中斷 配合F8 中斷的好處是 你就不需要一直按 一直按 你直接 停在 你可能覺得會比較有問題的那一行程式 然後呢 再來去逐行跑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這邊我還是按F8好了 我們逐行來跑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後面東西 可以把它 就是 拉 跟VBA浮在上面 然後兩個互相參照 那比如說按F8 K等於2 意思就是我要輸出到 的是 從第2列 幫我輸出到I欄 然後這時候的話呢 IE先抓第1個 所以SalesIE追的話 會先把入職時間 抓到第1個儲存格 有沒有現在把入職時間抓過來 K等於K加1 幫我加1了 所以K加1等於2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放在I 藍的第3列 抓下一個資料 所以名字 然後他的功耗 他的 內部電話 然後意思就是再來下一個 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全部執行 跑完了 OK所以應該沒問題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只是 拿剛剛的程式 稍加修改 其實 就完成了 另外當然我在講義裡面有一個 Foreach的寫法 Foreach的話呢 你當然另外一種寫法是 可以告訴他說 我要的是這個範圍 而不是說我指定哪一欄哪一列 然後呢你把那一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的抓出來丟 也可以 兩種方法 那至於哪一種方法 你比較 我是覺得你習慣的方法 就相對的會是一個好方法 OK 應該 沒問題吧 沒有反應 那可能無窮回圈 那個沒有影響 沒有 多過那個 那個 剛才的 那個沒有影響 那個沒有影響 那他有有動嗎 不然你就按F8 有的時候如果說 他有沒有執行 沒反應的話 其實按F8 也是一個 F8的話 他會 一行一行 告訴你說 哪一行 每一行 有沒有在動作 你可以把游標 再放在那個 每一個變數上面 再去檢查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又把 用VBA又合併回單欄 來用VBA的 你可以看 我來用VBA的 去檢查一下